可见了川普的内阁有不少人都有出席这场典礼 其他还有包括前总统欧巴马前第一夫人密雪儿等等 他们现在都在典礼的正中央 那贺锦丽呢是会在0点30分的时候 有女性的大法官她叫Sony Sotomania 她是欧巴马提名的大法官 她同时也是最高法院史上第一个西语役的成员 所以呢今天这一场副总统的就职典礼呢 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 因为呢这个副总统呢贺锦丽呢 她是爸爸是亚马加裔的黑人 然后妈妈是印度裔 然后帮她宣誓就职的这个女性的大法官呢 她是拉丁裔的 也就是说呢他们两个人不但都是女性 而且都是少数族裔 这在美国史上呢是从来没有见过的 所以我们等一下呢就会见证到这一场史上 从未见过的少数族裔的女性的 副总统候选人的那个宣誓就职 我们现在再把现场交还给主播 好的确副总统的多重身份 同时也是折射出了美国种族大熔炉的面貌 稍后我们会有更新更完整更快的报道 我们下期见证到